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1月17日 今天是星期三 繼續來到星期三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時事 今天的焦點時事之一 就是香港的殯儀公司 還有商會 竟然被香港政府指控 說他們 是違反反競爭的法 即是說他們合謀定價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說這件事 亦都要繼續 揭露 香港政府現在 所謂 是陰謀 為甚麼 明明是在告 殯儀館說他違反 反競爭 為甚麼變成政府陰謀呢 有原因的 就是 現在 基本上沒有甚麼方向可言 殯儀行業在香港 做了幾十年 其實問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覺不覺得 一個 失控的政府 推出垃圾政策的政府 是會有能力透過所謂反競爭法 令到這個地方充滿市場的活力 有所有競爭 想想也會知道其實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我們先來跟大家說說發生甚麼事 然後我們再跟大家詳細分析 我們繼續說之前請大家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由於前面三節已經說了 請各位最重要的 是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話說這個競爭事務委員會 在17日即是今天上午展開搜查行動 並且已經拿了 法庭手令 忽然之間突擊調查 13個 分別位處 香港的紅磡 屯門 還有 元朗 指定的辦公室 全部都是跟殯儀服務公司 有關 相關 殯儀服務公司 跟一個商會 是有關 其實 香港 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 香港的殯儀行業 是一個封閉行業 即是說這個行業 基本上裏面的人 來來去去 都是一個少數 的一個範圍 而這樣的情況 其實也絕對不只是在殯儀行業出現 實際上 香港有很多行業 都是只是一個很小的小圈子來的 這個跟香港本身 經濟結構有關 跟這個地方地域細是有關係的 我亦不是全部偏幫說話 實際上 香港以我們所認知 有極大的行業 全部是小圈子運作的 例如專業界別 專業界別 雖然說是專業 但是實際上也是行業 為甚麼 專業界別可以有小圈子壟斷 其他的界別 就不可以 只是我們提出這個疑問 實際上香港的不公平 是四周圍都存在 殯儀行業其實來來去去 都是在一個比較相對小的圈子的類別 這個是 人所共知 結果政府現在忽然之間接受投訴 然後展開調查 說他們 相關 的殯儀業 從業員 在提供殯儀服務的時候 有合謀定價的行為 我們知道了 就算是地產代理 其實來來去去就只有兩家 一家是中原 一家是美亂 實際上不需要是專業的 一樣 很多行業 根本 競爭 是極度有限 香港的這種情況 叫做寡頭競爭 即是寡頭壟斷 基本上 是壟斷行業來的 但是它裏面 好像有幾個給你選擇 有很多例子 例如油公司 電訊商 實際上香港的地產商也是差不多 來來去去就只有十家八家 實際上也是一個寡頭壟斷來的 所以要查不要緊 要查很簡單而已 說公平的話 麻煩你查了那麼多 行業 專業界別更加不用說了 專業界別來來去去 可能也是 極少數的人在做極少數 的生意 所以 你說有沒有合謀的成份 根據目前的報導 競爭議會說接獲有人投訴 於是 就懷疑 有人在 沙田 的法醫學大樓 招攬生意 就說他 牽涉市場瓜分 的反競爭行為 實際上 他掌握的所謂資料 對外的所謂公開資料 其實是少之又少的 當初這個 反競爭法 推出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令人擔心了 實際上有機會 就是中小型的企業 最容易中招受害 而不是香港的大媽撒大財團 所以 這個 所謂的執法的方向 有多少 的證據和證供 是真的存在呢 香港現在的紀律部隊 這些叫做調查部門 執法部門 公信力 在世界上 已經是相當之低的了 而且 他們 往往公佈的資料叫做擠牙膏 刻意公佈一些 被調查對象不利的資料 對他們有利的東西 全部一點都不公佈 所以香港的執法部門 公佈的所謂的資料 或接到投訴 或接到善報 實際上 隨時都可以說的 近乎 是空口說白話 再說一次 我並不是想為 殯儀行業辯護 但是 根據現在的這些公佈資料 實際上裏面所指稱的內容 其實真的叫做少得可烈 所以 是一個相對較為封閉的行業 本身就是寡頭壟斷的 跟著你說調查 而裏面的所謂調查 又不是有人出來爆料 又不是有人出來篤灰 其實 指控的內容 相當之有限 甚至乎 是證據不足 所以根本就是令人覺得 其實是香港政府 現在在每一個問題上 兩邊叫做轉移視線 當社會的矛盾越來越多 他就是透過執法部門 跟你說破獲某些案件 然後把矛頭 指向這些 被破獲的案件的對象 大家都知道 其實那些案件的對象 又是 香港的平民 雖然他們的 財力 可能比一般市民是較高 但是實際上沒有公權力在手 這些 又是變成狗材 只不過 投訴的 是一些公司 被投訴 結果這個殯儀行業商會 的會長 需要 到場協助調查 他亦出來哭怨 他說 每場喪事會按照家屬的要求提供服務 每個家屬的要求都不相同 所以根本沒有可能會有或一收費 所以 合謀定價 這個說法就不存在 我們也要補充 這種說法 也 並不是 完全的合謀定價 的辯解 因為 合謀定價行為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油公司 電訊商 實際上他們基本上是等於徹底合謀 但是 你提供服務的內容當然不相同 但是你對於 某些 特定的服務項目 其實是一個固定的range 如果一個固定的range 存在的話 理論上 也是會中這個合謀定價的 所謂的合謀定價 其實這個定義也是非常 廣闊的 最大的問題不是有沒有這個法律 香港不是有沒有法律的問題 香港的問題 是調查 以及執法 是不是公平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法律本身是死的 執法和制度 才是最重要 現在香港缺乏的不是法律 香港缺乏的 是調查部門 紀律部隊 還有政府自己本身 的不公平 失去公信力 所以 徹底 令人懷疑 其實這個不是懷疑 我們也接收到線報 香港現在 是要向各行各業 繼續抽刀 原因是因為 富房沒有錢 四周圍 是在打 香港韭菜的主意 香港韭菜 是不分黃藍的 只要你留下 就是 勢力範圍管轄的地方 管轄的 就是他心目中的韭菜 現在 留在這個地方 在結界裏面 是不能反抗的 這個就是 他不想你知道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人知道 的事實 我們這一節 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或者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的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 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訊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 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 都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 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 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 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嘗試一下吧 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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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